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可是我的詞 基本上是還是比較有音樂感 有一些音韻 比較沒有像很多現代詞 其實不太注重音韻 但是我的詞呢 坦白說是有很多音速的形成 所以基本上我的詞讀起來 還是比較有音樂感 那所以比較容易普成歌曲 那事實上詞人的詞普成歌曲 其實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例子 比如說像我們台灣很流行的 野玫瑰有沒有聽過 野玫瑰 野玫瑰是誰的詞 在座有沒有知道 野玫瑰 我怕有些人不知道 要欣聽他好 就亂唱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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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誰譜 其實很多很多作曲家譜過這一首詩 但是我們台灣最有名的是 我們剛剛照的這一首 他是很多很多作曲家譜過的 好 那這個詩人我想應該都聽過 是哪一位 有沒有人知道 德國 德國最有名的詩人 那當然德國當然叫歌德 類似這樣 那我們像很多很多這些 我們很熟悉的歌曲 比如說海內的詩 海內的詩有很多歌曲 那這個就是詩人歌的這個連結 或者說他們的音源 其實很普通的 隨便可以舉很多例子 可是呢 欸 好像這個父親的詩 兒子 歌手兒子 捧成歌曲 好像這個例子 好像 切剝 有沒有 我不知道 歷史上有沒有 詩人 應該說 只能說可能比較少吧 比較少 好像是比較少 應該是很少一個 對 那所以呢 因為父子要組團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災難 哈哈哈哈 要需要非常 非常多的共通的那個感覺 才會組得起來 對 對 欸 我其實是 我講過可能很多朋友聽過的一個故事 就是 我到大概十 將近已經快十年前了 因為我每次在講的時候 都是那個時間都要再提前一下 大概十年前我去中興大學回學院演講 那原先跟我講 主辦單位原先跟我說 大約有一百多位聽眾 那我想那還不錯 所以我就很高興趣 可是去了咧 今天 沒想到 時間到了 只有零零落落 做了一二十位 啊我當然是 啊 這個 欸 有點 臉色不好看喔 我就問主辦單位說 欸 啊你不是收了一百多位嗎 啊怎麼只來了一二十位 不是 對不起啦 因為現在少年其實還要這麼多五位 我是不起啦 因為臨時喔 大禮堂那邊 有一場演唱會 然後原來要來聽你演講的 很多同學都跑去聽演唱會 後 你不要講這個理由 還好 你講這個理由讓我更難看 真的是啊 什麼樣的歌手 比我這個課本作家還重要 好歹 你們有沒有讀過課本 課本裡面有我的詩嘛 對不對 啊你們要看到課本的作家 課本的作家 容易嗎 真的比較容易啦 以前真的不容易 因為以前的課本作家還在我那邊幾個 現在比較多啊 所以現在比較容易 好 那這個故事咧 其實就激發了我很多很多的想法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下定決心了 一定要跟吳志玲組團去演唱 不要演講 因為每次參加演唱會 哇 那個待遇喔 差很多 對不對 不像現在這個 一定未為演講 就沒有那種氣氛 演唱會的氣氛是怎樣 也不會啊 現在都聽一台那個手機 然後就開始表演 這樣太遠了 我們兩個其實可以來練一下饒舌之類的 嘻哈跟饒舌 那個我還沒有那麼前進 好 那但是咧 我想這個是這個機緣啦 就是吳志玲他走上的 我一再就花了三天兩夜很長的時間 用懇求 用拜託 用歸鶴我 用親情召喚 然後把他拐去讀中興生理 因為我最大的現在的一個心念 就是希望台灣社會 一定要懂得趕快多重視 懂得趕快珍惜祖母 好 這是我一直想要講的 啊 所以我就 一直期待他好好去讀生理系 可是他沒辦法 啊 還好 他後來 總算良心發現 把我的師父等歌曲 啊 回報一下 那個之後開始 我是其實我跟我爸啊 已經就是在功課上面 常常一直在吵架 我記得我高中開始 一直到大學 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吵架 然後吵架的那個階段 其實永遠不會像在書裡面 因為你知道記得的都是快樂的部分 很多那些反倒是那些吵架都是一個片語 其實那時候在生氣成的已經都忘記了 但是我們真的在課業這件事情上 吵了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到大學喔 我應該這樣說 這個我其實很少自己說 但實在是太好笑了 就我在戲上有一個稱號叫全雷打網 過來了 全雷打網 然後就是會覺得哇 我好像就是 很容易就是都一個學生都沒過 就是可能所有人會有一次還有一個朋友 然後在打電話的時候就問說 你成績好像有不好嗎 那我覺得我成績超爛的 我一定是比你還要爛 然後我就笑了一下的時候 我覺得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比我爛 結果我們兩個就一起講出那個學分 他說我幾乎 我總共才過了五十幾個學分耶 那個時候已經是後段了 但是 我就笑了一下 但是我比他還要低 對 那這個東西是 對我而言是一個不好意思說 但是 現在想起來就是我其實並沒有在 那一件事情上 我覺得 就我並沒有在 念書這件事情上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啦 可是 可是我覺得 我爸爸的這個 關心呢 在某一些時候會開始有些轉變 就是我後來發現原來他只是 希望我可以生活過得很好 然後可以再為地球做很多事情 那 這個東西在現在來說 可能對某些人而言 我會覺得說 哇 好像是一個 蠻好的想像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種 包袱 我的成長在小的時候 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我要趕快 趕快接到後面 因為 中間真的是 有另外一個 不同的轉折 就是從做 吳勝師的 全心全力愛你 然後 這些作品 尤其到野餐的時候 我覺得那對我而言 是跟我爸爸的一個 重新相處 當然我們從小都很好 你知道我們就除了 課業那個點之外 其他不管說吃控肉飯啊 還是去哪邊玩啊 看景色 或是看文學 談論文字 甚至談論音樂 我都覺得就是我爸 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為他真的是 聊起來真的很開心 我從他身上學到超級多 對 所以就從那一刻開始 我覺得 做全心全力愛你這件事情 開始 有越來越多人聽到吳勝的詩歌 然後聽到吳勝的詩 可以變成不一樣的樣子 那我會希望呢 他可以變成電音 變成明瞭搖滾 也可以變成迷幻搖滾 他甚至可以是變成一些 我爸爸不見得未來看得到的 但都有吳勝的精神在裡面 我的感覺是 我的感覺是 我的感覺是